大家好,我是三喵,携肥局淘淘上个 这不最近吗?乌克兰说我们有了这个极数这种炮弹之后 已经在巴赫木特附近用起来了 然后有人说这个乌克兰这个极数炮弹人 俄罗斯的这个反炮兵雷达很抓狂 因为他会在空中就已经散播成很多很多的子弹药 让俄罗斯的这个反炮兵雷达就无所适从 这个消息其实我是怀疑的 有人说三喵,你不是乌贼吗? 对乌克兰的这个有利的消息,你怎么怀疑呢? 那是因为极数弹药,他的这种散步 他也是在快到达目标的时候,他才爆开的 你要说他一出塘,他就爆开了 那这样的东西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过俄罗斯的这种反炮兵雷达 他被干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俄罗斯的这个动物园雷达也曾经被吹得很厉害 这个一切的俄国装备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 那个是天下无敌了 再次我要严重的去纠正一个概念 很多人说俄罗斯,哎呦,是二军这么拉垮 错,是一军,对不对? 军部舰对俄罗斯这种武器多么多么的牛叉 那是吊打美国,英国吓尿了,对吧 飞机远胜美国,这坦克远胜美国 不算数量还是质量,至少说的都是这样 反炮兵雷达当然也是如此 直到2022年2月24日 那么这个反炮兵作战啊 怎么就用上了雷达呢? 哎,这也是迫不得已 说实话,这还是因为炮兵这个杀伤力太大了 对不对?你看这次战争有多少的俄国孝极军官 和将领因为这个炮击 包括海老师就去见了上帝了呢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对方的炮兵给拔除掉 那么最早的时候这种炮兵开火 他有这种炮口咽 而且要命的是这种火药会生起这种烟雾啊 所以就容易让对方侦测自己炮兵的位置 那么作为炮兵来说 如果不被对方打到 那就要瞧瞧地尽存 打炮地不要 对不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炮的位置 所以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无烟火药 那各国对这种无烟火药非常非常的重视 和颜因为这种无烟火药可以不暴露自己炮兵阵地的位置 当时也没有雷达 对不对?那对方怎么知道你炮兵的位置呢? 听音器 我这个真的在那个照片里面有一战的时候 两个耳朵这边接两个大大大大喇叭 然后在前线设置几个这样的一个听音器 我能够去辨别这个炮弹飞行的时候 这个声音飞过不同几个听音器的这个差值 然后去推算出这个炮弹的弹道出来 然后去进行这种反炮兵作战 这方法零不零呢? 那时零时不零 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不零的 因为这种听音的这种误差很大 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计算装置 那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何况火炮也在进化 知道这个原始的火炮就那么架子往那一架 就那么大的话很容易被对方给针对 所以说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诞生了这种自行火炮 你看它是有一个这种激动的底盘 打了就跑打了就跑打了就跑 这个你来打我呀 你来打我呀 你来打我呀 对不对? 我跑了 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反炮兵 可能给反炮兵留下的时间只能是以分钟计了 于是雷达就上场了 其实雷达去找炮弹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目标 因为炮弹太小了 又是圆的 作为一个圆的东西 那么去反射这个雷达波的话 并不是那么的好 我指它的截面积 它是一个圆的 但是二战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这个迫击炮 MOTA 迫击炮是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就是在地上这么直着 这样几乎是朝着大角度往上去打 这样的一种迫击炮的炮弹 它雷达发现的比较容易 为什么 首先它是个高炮弹道 它在这个上面空中飞行的时候 暴露在空中的很明显的一个规矩 而且迫击炮弹 因为它是有这种弹翼的 这个弹翼呢 就构成了一个类似脚反射器这种形状啊 这个稍微说一点点 这个学家说一点点学术 就是脚反射器 它能够把这个电磁波 雷达波 哪个方向进来 哪个方向出去 所以这种迫击炮弹很容易就反射雷达波 无意之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雷达 我照这个地方 再照这个地方 我就能够去反推炮物线 它会落在哪 反推 这个炮物线的起点在哪 也就是这个迫击炮这样的位置 当然 如你所知 这需要大量大量的奇数啊 那么当时其实机械式计算机已经有了 那但是机械式计算速度还是太慢 可靠性也不佳 所以后来就有了电子计算机 这个我之前提到过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安利亚克 它最早就是用来计算这种火炮弹道的 那当然这种对于敌方炮弹轨迹的这种探测 以及这个反推它的火炮的位置也是在其中 而这一切都要有雷达 那么再往后 反炮兵雷达 它进化了那种低频的弹道 我也能够把它侦测到 当然这种低频的弹道 这玩意儿不行啊 这玩意儿是那种反坦克炮这种平直的 只要是那种打出一个弧线 在空中飞过轨迹的炮弹 那么几乎都可以被这种反炮兵雷达 给侦测到 但是侦测到还不算啊 我们一般说到这个雷达啊 我们往往以为 这不就是个雷达天线吗 不止啊 首先这个雷达必须不能是机械扫描式的 过去那种雷达那种机械扫描式的 转一圈 转一圈看起来很快 但是你转了一圈 这炮弹就已经飞过很长的距离了 黄花菜都凉了 必须得是相控阵的等等等等 那是现在的了 第二 你的这种雷达不能光是探测炮弹 你还得有这种计算弹道的 这种能力 那还得有非常强大的计算机在后面啊 这个美军的这种反炮兵雷达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是用过 那么当时北越军队 他们的这个炮兵阵地 被美国的反炮兵雷达侦测之后 三十门火炮一起开火射击之后 然后北越军队四百名炮兵是无一信念啊 全部阵亡 这就是这种反炮兵雷达 那么后来这个东方某大国是有了 英国的反炮兵雷达的助力 把越南的军队打的也是较苦不迭 那有人说那边的炮弹在空中正飞着 这边的反击炮弹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万恶的西方的电子设备 所以你看又回答这个老问题了 电子元件电子设备 对不对 那么俄国的反炮兵雷达这个动物园啊 有人说他这个性能挺好的 能同时跟踪几十个目标 而且他的这个反应时间也很迅速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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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性能之前吹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跟乌克兰有的这种反炮兵雷达比起来 还是要有相当的差距 而且俄国的这个动物园到底性能怎么样 这件事情啊 那我们暂且不表 那么就在前几天波波夫少将 就是第58期算机的那位波波夫少将 他说我们的反炮兵雷能力是不足的 也就是这句话是作为 他对于上级吐槽抱怨的一部分 然后就被撤职了 那么他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 很不正能量就被撤职了 这话我是讲过的 那么至少证明就算俄国的动物园 他的性能非常之好 能够明察修好 能够探测出每一个猫毛在空中的飞行 但是问题在于他可能数量真的很少 这是俄国的国之重器轻易不可拿来试人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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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俄国的前线也就是乌克兰的火炮 开火之后留给俄国的反炮兵雷达 作用的时间是很不够的 当然这个也有人说 俄国是摧毁了一些乌克兰的火炮 但是总体来看乌克兰的这种火炮 它的自行自行火炮 包括M777牵引式火炮 整个的这个发射阵地它的进入开火再到撤离 非常非常的迅速 那么这些东西是完全超出了俄国的这种反炮兵雷达的这种能力 那么之前我也是看过俄国的一篇军事论文是2022年8月 没错是已经乌克兰战争之后写的了 他说我们的火炮比至乌克兰有优势 俄国的那种火炮是姆斯坦那个坦克底盘大大的战斗士 那个152毫米自行榴弹炮 也就是当时那个进坦四尸 跟乌克兰军队熬战之后 丢下了一地的残骸 那里面那个大脑门 人群中突然出来一个大空头 那玩意儿就是姆斯坦 说那个东西它射成远炮弹威力大 那为什么打不过乌克兰军队呢 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反应时间等等 跟反炮兵雷达这种通信 所有的反炮兵雷达 那么它要及时的跟火炮去进行通讯的 那么俄国人那个论文里面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乌克兰的炮兵 它会在一个区域之内进行激动 这个区域呢 可能是最大是100平方公里 也就是10乘10 对不对 那乌克兰的炮兵这么大的区域啊 俄国想拿火炮覆盖这么大的区域 10乘10公里 这是完全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乌克兰的炮兵会在这里面进行随机的机动 而且这是一个由下到上式的 并不是由上到下式的一个指挥系统 那么乌克兰的火炮会择机 随时开火 随时转移 甚至我转移到下一个方格去 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让俄国军队非常非常的难受 所以你看这个反炮兵作战 反炮兵雷达固然是技术的这个保障 但是火炮如何去自主灵活 而不是将用死板的去用啊 那么这个就是两种作战体系的这种差别 那么我们说 俄俄的钢铁洪流当且紧当上下上勤下达 然后这个敌方他没有什么这种像样的这种防卫力量的时候 一切按照这个预想所来 这个钢铁洪流当然是厉害的 但只要出一点点偏差 他的钢铁洪流就会拉垮了 那么反炮兵作战 反炮兵雷达就是这样 所以难怪波波夫在那边狂怒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被解释了 那么好 关于这个反炮兵作战 反炮兵雷达 作为一个军盲 就跟您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啊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响一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